可否說回今日的情況 發生甚麼事 今天警方約了我們 今天下午3點鐘 去長沙灣警署開會 我們開完會大概是3點 3點55分左右 從長沙灣警署走出來 轉彎那條街叫做長沙灣的長順街 走到停車場附近的外邊 突然間對面的斜路 突然間有兩個暴徒 飆下來就順著 突然間有兩個暴徒 拿著類似警棍 好像警棍那樣的樣子 當時我沒有注意到 怎知道他越走越前 原來是來打我的 在這裡拼命打拼命打 打到我大聲喊 因為我們一起的 是有3個人的 那兩個同修就先走 那我就走在後面 我就拿了個電話 不斷打電話 突然間那兩個暴徒 就在這裡拼命打我的頭 拼命打 那後來那兩個同修就知道 我大聲喊他們回頭來看 才學到那兩個暴徒 就跑了這樣 那個時間就是這麼短 這個肯定是那些共產黨派來的暴徒 因為我們是法輪功 剛剛今天約了警方開會 今天就是開會 開我們法輪功學員 10月1號的遊行集會的活動 有沒有補充 那有沒有人目擊的 可以有影影到發生的事 當時應該是沒有人目擊到 就是人家目擊到 都可能來不及拍的 因為他突然間在這裡 立即在路邊走出來打人 這樣 遲了多久啊 打那個人 應該要一分幾鐘 一兩分鐘 這樣等我們兩個同修 我大聲喊 那兩個同修回頭 你幹嘛打人啊 他很快就跑了這樣 就來不及拍照 拍那兩個暴徒 就是一個蒙著臉的暴徒 為甚麼蒙著 他用黑暴徒蒙著臉的 蒙著整片面的 這樣拿著 兩個人都拿著 好像是警棍一樣 對於今次的暴力襲擊事件 我們表示非常憤怒 予以嚴厲的譴責 這次事件無可置疑地指向中共勢力 它的仔細和幕後的操作 我們強烈要求有關當局和警方 要徹查事件 將兇徒和幕後的黑手誠之以法 和將事件的真相向公眾交通公佈 在這次事件中 亦都包括這次事件 我們看到過去幾個月來 社會上出現的情況 我們看到中共不單止在中國大陸 是殘酷地打壓迫害法律公囊園 和其他的善良民眾 這幾個月來 它更加愈來愈肆無忌憚 將他大陸打壓迫害的手法 包括他的貿易民的手法 暴力的手法 恐怖襲擊 以致酷刑 酷刑等等 赤裸裸地延伸到香港 而且愈來愈嚴重 而且愈來愈嚴重 所以我們都看到 是中共不單 是因為他對法律公的打壓 在中國大陸造成 本世紀最大的人權災難 更加因為他將他的暴力的打壓 流氓的手法 以致謊言等等 假惡譜的本性 通過各種的方式 延伸到香港 也都正在在香港造成 越來越嚴重的人權災難 我們在此呼籲全世界 包括國內外 各界的人士 是正視高度重視 包括這次事件 和近幾個月發生的事件 是要看到 中共在全世界延伸他的暴力 和他的流氓手段 恐怖的做法 我們呼籲全世界 盡快全面地制止 至於中共的暴力 制止中共的暴力 制止中共的暴力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